天下無福 唯快不破 錯 你說我錯 我說你都錯 你說我都錯 我說你老婆的錯 你說我老婆的錯 我說你老婆都錯 我說你老婆跟我老婆都一樣錯 Yeah 你老婆我怎會有錯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一家之主 甚麼又快又錯 乾炒牛河 有沒有在家自己炒過 以油製缸 一樣可以炒得不錯 廚房師傅的功架 大家都可能見過 不單止腰力鼻力 真是周身都要用力 在家這樣炒 一定睡醒 那就唯有叫外賣食 餐餐外賣又太過無益 乾炒牛河一向都是無益 只是貪它好吃 錯 又錯 乾炒牛河其實很有營養價值 含有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維他命抗物質 易於消化容易吸收 補充益氣兼健脾養胃 簡直不可以錯過 人家說乾炒牛河很邪惡 這些只是人魂逆魂 不夠認知 我唯有大公無私 將它可愛的一面 告訴大家 一於升堂 跟大家考一考試 茶餐廳酒樓最普遍的碟頭飯 以下四個款式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最高卡路里 究竟是哪個款式 估眾就算你有充足的生活常識 乾炒牛河是四款菜式當中最低卡路里的菜式 所以就被選為這次跟大家分享的菜式 原來乾炒牛河的煮法相當簡單 只要跟足以下幾個步驟 就很快可以開餐 一直在洗牛肉 到底在搞什麼 是否有什麼不妥 其實是醃牛肉那段片不見鬼了 但是只要跟著我這個表 預備好需要的材料 就可以做好醃牛肉的醬料 提一提還有幾個巧妙 牛肉洗乾淨後 要將水份印走 絕對不下鹽醃 否則變硬就糟口 正確橫紋切 就會更鬆化爽口 醃好之後放30分鐘 讓它休息一休息 牛肉就入味兼可口 接著就是切材料 只要準備好以下的材料 簡單易做 未入過廚房都曉 要注意的是 將可粉逐條拆分 炒的時候 就不會黏筋 搞到又頭痕又敏症 最後就來到真正開鍋 全個過程 一氣呵成 只要跟足步驟 排好下鍋的材料 就會炒出有形兼出色 好吃又得戚廣東的特色 疑了問都不用只得梅益 想幾時吃就幾時吃 爹地究竟幾時才能吃 阿女 我已經很努力 肚餓就先給你食 很快就有乾炒牛可食 接著就來到第三步 排好下鍋的材料 燒紅一隻鍋之後 就要爭分奪秒 首先炒牛肉 一般酒樓的煮法 是猛火燒紅一隻鍋 接近煎和炸的感覺 但我不想阿女太熱氣 所以輕輕炒至八成熟 就兜起 接著下洋蔥 先炒一分鐘 加入火粉 炒至微微焦 再下芽菜和蔥頭 炒多一分鐘 保持大火 隻手不要鬆 再加入已經炒好的牛肉 炒多半分鐘 再加上調味的醬料 炒至上色入味 最後加上狗黃和蔥 那對開餐的筷子 就可以準備 準備 這碟乾炒牛可炒到 色澤濃郁 毫不油膩 甘香美味 龍香鶴鼻 膠織成一樓 又長的餘味 令人拍散雲飛 我卻毫無防備 老婆和阿女什麼都不理 差點吃完乾炒牛可 只剩下一點 讓我倒閉 要微的訂閱分享和點讚 不用我再提你 不用我再提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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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